那时候他在澳门买的 那时候是一万五千块港币 一万五千块 郑板桥可以说是清代中期 是一位清官一位好人 又是一位打艺术家 所以他的作品老百姓很喜欢 他晚年主要住在扬州卖画 因为晚清的太平天国战争 把扬州城几乎以为平地 所以本来他的作品应该很多的 反而是非常稀少 当年晚清的时候就有老房 您这张作品就属于这种清代老房 所以您刚才说您在澳门买 一万五千块钱 实际上这个价钱不冤枉 这个当年就是按老房卖的 如果是真记的话 就是八十年代再加十倍也不可能的 从艺术水平上来说 还是有五分像的 就是说他的字 我们都知道叫做六分半题 对六分半题 把这个正草立传掺和起来写 您这个就是他用笔功力不够 就是我们北京话说 用笔比较肉 刀砍腐刻的那种零力劲没有 要败笔比较多 但是从整体效果上来看 还是很好的 有那个绳子空间吧 对有绳子空间 这个要如果上拍的话 现在也十到二十万 谢谢 谢谢